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个体的超音波测试显示 ISCP-1486在成长过程中形状保持不变 个体可能会因子宫壁持续被伤害而导致不孕 ISCP-1486的排泄物会从子宫颈排出 在经过一段不大于9个月的时间之后 ISCP-1486将会导致个体分娩 ISCP-1486可能会被正常产出 原来因为其存在许多粗糙尖锐的表面 剖腹产已被证实是一种更加安全的产出方式 一旦被生下来 ISCP-1486将会开始寻找母亲个体 并且在某些情况下 除非被阻止 ISCP-1486会企图寻求补育 ISCP-1486可以通过未知的方式 进行口语沟通 并且会针对个体和他人 企图堕胎会导致ISCP-1486迅速变大 造成个体腹部破裂 ISCP-1486将会迅速地变成具有敌意 ISCP-1486是基金会迷太安在 有一次超音波影像检查后提出申诉发现的 附入ISCP-1486之一 受访者ISCP-1486 访问者Fornan博士 前言 在访谈开始前 SCP-1486刚被他的母亲D7397伸下来 D7397已经被注射症进去 并处于无意识状态 嗨 SCP-1486 嘿 博士 好久不见吗 是啊 9个月 如果要我猜的话 哈哈 问得如何 还好 建议我问几个问题吗 问吗 好的 是谁 或是什么东西制作人 这个吗 博士 当一个妈咪和一个爹地 非常的爱鼻血的时候 或者是趁他妈的睡着不省人气的时候 请回答我的问题 那这样你觉得如何 我妈妈跟人上床 而我刚好是最快的兼职 好吧 你是怎么受伤的 被剩下来没错吗 是这么简单 你可能会被施裂 我想我比日本人都清楚这一点 好的 所以这个女人是你的母亲 是啊 在这里这个女人是我妈妈 看上去可能不是最好的 但她有对我看过最棒的那一次 所以你在这之前就看过哪一次 这只是一种形容 存在 但是在你这次 呃 出生之前的那几次呢 什么 你不记得这次被生出来之前 曾经被生下来过 是一个吗 不 我当然记得 那么当时的那些女人 不是你的妈妈吗 我想他们是 但是他们尖叫我 而且把我丢开 他们这么做 他们是要怎么当妈妈 他们生下来你 对 但是 我是说他们恨我 这个妈妈怎么会恨自己的孩子 不是 但是 恨得足以这样伤害他们 很多母亲 这就是很不合理 他们怎么可以就这样把我抛弃 他们怎么可以就这样殴打我 呃 我是说 我就是不明白 1486 拜托 我们可以停止了吗 结论 在访谈过后 对SCP-1486的检查显示 子宫粘液从他眼部周围分泌出了量激增 SCP-1486 被于D7397分离 并放置在粗藏龟 以上就是SCP-1486 SCP-1486是一个小孩的娃娃 当在他附近50公尺有一对男女性交后 SCP-1486会缩小 并出现在女性的子宫 在经过9个月的怀孕过程后被产下 从SCP-1486的访谈内容 可以推测或许SCP-1486只是想找一个不会抛弃他的母亲吧 这个SCP的作者之所以会写下这个SCP 其实是因为那年的母亲节 刚好是与他生日同一天 因此决定写一个跟生产及母亲有关的SCP 不得不说真的是蛮有趣味的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做什么SCP我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